港股今早高開65點之後 一度倒跌最多88點 不過之後走勢反覆向好 恆指中午收報23,127點 升82點 請來專家郭師志和大家分析一下大肆走勢 郭Sir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看回美股近期升到巴巴聲 不斷創新高 但港股繼續在23,000點這些水位徘徊 你怎樣看港股後市的表現 其實這兩天的市場的確有點反覆 但由於沽壓真的不太重 所以即使十天線曾經一度失手 指數似乎沒有怎樣追沽的趨向 反而一日指數仍然走在十天線樓上 技術上是屬於一個僅構高台以不下的格局 所說的高台當然是這個月9日的高是23,353點 值得一提的就是5月份到現在為止 暫時來說 恆生指數是由2日的22,552點 升到上9日的23,353點 當然知道8801點的波幅 其實我自己覺得都未能夠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即是說後一個階段的市況 這個月內最終要是升破 如果不是一定會跌穿的了 技術上來說 只要穩守十天線樓上 整個形態都是以升破的機會稍為高一點 而唯一美中得足的地方 成交金額真的太薄弱了 這點就應該要看看A股能否稍為互亂 從而刺激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我對轉捷後市的看法 我始終認為可以輕輕看高一線 是 看回騰訊首季收入按年增長40% 順利也升37% 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股價今早升超過5% 高見289.6% 不少券商都將騰訊的目標價上調到300元上 你覺得現價位仍值不值得追入呢? 這一層的市場 騰訊是由237元開步 來到288元已經升了50多元 20多% 就算目標是放在300元或300元上 現在這個價格 我覺得是有少少風險 因為經過20多% 單月的升幅之後 回吐的估額會比較明顯 當然知道 如果你說有貨在手 就簡單 定低指責位就向上望 但如果錯失了283、284、285 那些位置入市的話 現在就倒不如觀望就算數了 謝謝郭Sir 接著看成交匯約股份表現 匯豐在策略日之後繼續向好 股價升0.9% 中午收報88.8 另外奧博比執董減遲 股價跌0.6% 中午收報21.9 收視之後將會有3分鐘視頻 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